一開始講,不可以把日本帝國的國產 占為私產,才經過幾年而已 日本帝國的國產變成廉家的私產 連上還列為世界富豪前面幾年 各位,你想看看 這把媽媽看得懂 精彩 全世界富豪,就是日清假如條約的下官條約部分 我們看上面,重點 抓頭抓過,你有看到本土丹人嗎? 台灣人是台灣的台灣的主人,有嗎? 台灣是台灣人,台灣人,上面看得到嗎? 有嗎? 所以這些人不肯分鯭鬼 吹牛皮分鯭鬼 你看這個下官條約,下官條約 你看面上的內容 有什麼台灣人是台灣人? 沒有 你看抓頭 台青帝國台皇帝跟什麼? 台義軍帝國台皇帝,皇帝跟皇帝強條約 皇帝跟皇帝簽約 為了和平簽訂了一個合約 那授權的兩方面 皇帝坐在 君主的 就是軍權神獸的位置上面 他們是至高無上的 皇帝可不可以直接管理國家 一個人沒有辦法 所以他必須 交由他所信任的帝國政府 來幫他信託管理這個國家 就是政府管理 政治 所以是屬於什麼? 管轄權的部分 所有權在誰那裡? 皇帝的手上 那割讓土地 必須經過誰的授權? 皇帝的授權 皇帝跟皇帝簽約 那簽約下來 他會喜歡的人 李鴻章、李清芳是清帝國授權的代表 那被授權的代表 那大陸的帝國授權誰? 伊藤伯文跟陸豪崇光 那簽訂了這些條約 條約的第一點 很重要 為什麼? 朝鮮半島的問題是日清戰爭 重要的關鍵 所以這個區域就是下關條約 當然要把第一款重要的內容 把它列在第一款 第二款內容是有關於 清帝國戰敗 所必須要付的 割地的範圍 我們看到第一點 這是 奉天 遼東半島的這個範圍 就是清帝國的 八起地 八元地 可不可以割讓? 不可以割讓 深深不可分的領土 所以在隔二年 1895年47號簽訂 5月8號 生肖 那6月2號 做交割 交割哪個地方? 台灣全島附屈 島嶼跟洪湖獵島 在19 1895年的 6月2號 那兩個交界 剛剛前面講的 李金方 那 日本帝國天皇 指定誰? 也就是 派任第一任的 台灣總督府 總督 華山之際 在18 9年的 6月2號 在基隆外來 交割這兩個部分 台灣全島附屈島嶼 30個都市 1個都市 1個都市 10高 一個島嶼一個島嶼 點交 點點點 官方正式的交割跟點交 所以 有沒有竊據的問題 官方已經點交了 中華民國也好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好 你們是延續 大清帝國的政權 到現在 那這些 中國人 你們還有點 還在講 日本竊據台灣嗎 不了解 不認識字 也要有嘗試 大家要了解到 有官方的正式交割 所以 你到現在為止 還在講竊據嗎 沒有水準 你沒有討論 你很少 沒有討論 要先討論 沒有你 要教你 有你 要公理 大家作為來 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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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可以放不下 新山 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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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動作 日本的成名 所以清帝國當時有很多人在 貪圖這個地方 有搬回去 但是 大部分 還是有 回來 台灣 所以 我們了解到台灣是不是有很大 很輕薄的 很輕薄的 還有新台化 清帝國 包括中國 各位 你如果為 問過一些 秀品 你就看得到 到 蔣介石離開 中國之前 台灣一直都是屬於什麼 落後貧窮的 並不是像那些 電視劇演的 富利堂皇啊 清帝國看起來好像很有錢 老百姓然後過得不錯 沒有人穿破衣服 No 乞丐一大堆 而且打四腳 講 講事情有沒有講你 沒有 都比拳頭 比刀子 所以他們國家一直都是在戰爭 小衝突 大戰爭 所以要了解到這一點 天皇主權了解到嗎 剛剛講的 189年 取得 台灣的所有權 當時是殖民地 沒有錯 台灣當時 中央山脈以東 是拓子地 以西 以東 是高砂的部落傳統 傳統領域 然後 中央山脈以西 是拓子地 殖民地的地區 那在1905年舉辦了國際的一個會議 那美國代表大陸說到台灣這個東部地區是屬於部落形態 你可以透過戰爭武力的增補 Compass把這個地方納入管轄 所以花了十年的功夫 那十年代不代表說日本的軍隊武力很弱 並不代表 因為當時是屬於兩方面 一邊是無力征服 一邊是屬於懷柔暗撫 就是 納購 甚至什麼 天皇把他的 皇亲 貴族 跟高砂部落 做什麼通訓 所以 高砂部落現在 有不少他們其實血統裡面 跟 日本的華族 也就是 天皇的 貴族 他們說這邊的貴族有 很深的一個怪籍 所以你知道 日本 日本帝國 他有 華族 那個華族的華是哪個華 中華民國的華 那個華是什麼 梁啟超 他在日本 把華族這個華很好用 他就拿來當 中華民族的華 那有處理嗎 你想像日本 華族感很好 很高尚 所以這個華拿來當中華民國的華 所以他們都說 中華民族 這很處理 所以 老伯在了解這名字的華民族 其實中國人 很愛把山寨版 很愛把 拿來Copy 看人好好的 快來Copy改裝 但是 但是他改裝了 有沒有學全部好的 沒有 人家海的改裝變成自己 而且什麼 變成很壞 好的跟他們國家變壞了 喔 你有沒有看到 南國王 人家Uber都跑得很好 來到台灣 變成他Copy改裝的 如果來到台灣變得很差 還搞了很多衝突 好會來到他們 差的地方都會變壞 所以我們知道 中國人的習慣 其實 有解 沒有很好 我們在習慣 OK 好 1937年呢 那1915年建立了完整台灣主權 那 透過萬古工法 曾經在1937年 皇民化的一個教育活動 我們看這裡 有沒有 像那些小科教 我這樣教 怎麼說日本學的 這裡有 這種文 在 1945年歲一日 招了天王陛下 頒布行建造書 這是天皇的 玉璽的 打印 裡面有寫到台灣 大革命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1922年的 2月6號 華盛頓的一個 海軍的裁軍的條約裡面 日本帝國英國 美國法國 義大利 第19條裡面有列到 台灣是日本帝國的 國土 是地方 也沒有寫到 OK 在這裡看 裡面有中國 你看這邊的地圖 這邊地圖是1895年到1911年 世界的地圖 那是明天王陛下在的時候 發行的世界地圖裡面 我們看到 有沒有寫中國 有寫中國 大清國 有沒有中國 所以中國有沒有五千年歷史 沒有啦 簽帝國 在1911年 你看 自一開始 皇帝 夏三州一直下來 通通叫做中國 騙校 真正詐騙集團是中華民國 全的台北 騙校 哪裡來的中華民國 台清國 有中國嗎 什麼騙校 什麼詐騙集團 還說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還說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中華民國 你的教材 你就是詐騙集團 哪裡來的中華民國五千年 中國有五千年歷史 你在騙 這個私立地圖很清楚告訴大家 你們以前來的地方 在1911年 之前 叫做大清國 所以中華民國沒有五千年歷史 中國沒有五千年歷史 沒有 中國從1912年 而且那時候是不是叫中國 不是 叫什麼 知難 孫文他寫的國書 寫給日本帝國的 手下 寫的國書裡面 中文清清楚楚寫 知難 各位你可以上網 到Google 你去查圖片 你調出孫文毛筆寫的國書內容 你看他怎麼稱呼自己的國家 所以這些媒體講 知難是在 侮辱他們 那你就是背主 什麼叫鬼祖 你們的國父 誰知難 那 你們的國父 孫文寫 知難 你說他在汙蔑 汙辱中國 所以 各位你要了解到 知難 正常 你本來叫這個 叫知難 因為他們的國家 的國父 說知難 但是各位 我們了解到 大日本帝國沒有國父 大日本帝國沒有國父 有 我們只有日本 我們不要去學中國人 還要封個國父 封個蔣公 各位 我們心裡面 誰最高 日本天皇上官 所以我們沒有 中國人 我們還要立一個國父 把誰抓出來 這是台日本帝國的國父 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要了解到這一點 你看這裡 台灣 跟日本國 是 一樣 有沒有 都是圖南色 所以 當時在 1911年的時候 189年 其實就是 大日本帝國的 領土放 也是屬於 天皇的 財產 雖然他是殖民地 所以了解到 殖民地可以割讓 從大清國手中拿 大皇帝裡面 全國皇帝 整個手裡面 拿到 台灣配偶 是 日本天皇 民視天皇陛下的財產 所以 地圖上畫的 台灣當然是 這個 帝國同一個顏色 所以要了解 OK OK 你們台灣的 以前 都是 躺車 吃雞皮 是 中建國 中街球來到台灣 你們這裡有過了 很好的生活 他有過十大建設 這張圖就能翻掉 蔣介石 中華民國的 鬼話 什麼叫鬼話 日本台灣本來是一個光明 很好的一個 樂土 因為 蔣介石 這些流亡難民 來到台灣 變成 鬼 國 鬼島 你了解 鬼島 為什麼叫鬼島 英來啊 台灣要變鬼島 知道嗎 中國都鬼話在那邊 黑了黑了 青菜公公的 黑了乾杯 一天到晚在台灣 搞鬼 日本台湖的時候 頭過台灣總統府 管理過台灣的時候 有沒有鬼月 沒人在過鬼月 連過年就廢數了 春節有沒有人說在家裡 吹鬼在過 以前吹鬼都頭頭去 甘借 做鬼 我們頭頭做 頭頭在過中午 所以大家了解 做鬼的 這件事 公元1900年 也就是20世紀初 大日本帝國台灣 已經開始在穿皮鞋了 所以大家 每次都 躺車腳 吃手 公國了 開始 在廟了 還開始前 1900年 20世紀的 第一年 台灣總督 福利任的總督 要我們了解到 從 北海道 開抖 本周 四國 九州 我們看到這上面的 總督 我們看到 跟台灣 很有關係的 關鍵性 這是通通通都是 我們看到 裡面 田建治 小林基罩 長谷川青 這些包括上面的 魏太郎 南墨西典 南墨西典 他 兩個兒子 神經 他自己 軍心 全心全力 好中 天后 甚至把自己 小孩子 送到戰場 幫國家 打仗 為什麼 為了 八紅一語 世界 一家的理想 為了維護和平 打仗 他 日本帝國不是好戰的民族 南墨西典 最後呢 南墨西典 兩夫妻 自殺 這把 他絕對天皇 沒有做好 他自己的本分 武士道精神 兩夫妻全部都 切腹 OK 再來是 鵝鱼元太郎 再來 明史元二郎 明史總督 他是所有台灣總督府立任總督裡面 唯一把自己的大體 埋葬在日本 台灣 福爾摩沙 的一位總督 這樣你記得 明史總督 哪一個地方的人 日本 九州島的人 剛好跟什麼 台灣總督府立任總督 華山之際 港捷德蘇 九州島的 有沒有巧 很巧 明史總督是後來 他還生病 回到日本 然後 過世了 他給我交代 他要把他自己的大體 埋在台灣 所以 各位 你知道好像在那個 哪裡 山姿 山姿 山姿嘛 民史總督 你本來 在那個 剛才是在 房間嘛 他們是在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台北總理事館 昭和6年的 4月6號 開館 中華民國 所以 台灣是什麼中華民國的 不是啦 羅南會在 台北開 外交 大使館 所以很正面 現在這個中華民國 前往台北 更佩服 這些商品 除了 自己一個 自己保護 好 酒街酒 還沒來台灣之前 蘇武丹 你看 青菜 像到現在的 日本 發生的一樣 海軍 然後呢 有穿鞋子 穿襪子 還有那個 很優雅的帽子 熟女帽 有不 用草帽 草帽 半部線 新鮮造術 裝法 放到這裡 來 帶領大家看一些 重要的一些內容 早逢見 各位 Twitter Twitter的今天的一個消息就是 川普 Trump Chinese 他一個中文的推特 各位 你可以在Twitter上面 看到美國總統 Mr. President Trump 他的那個 中文的一個 Twits Twitter的那個 內容 你可以加導遊 你如果使用Twitter 大家了解到 好 再來 再來 這個新聞很好笑 2018年9月13號 大概在前天 昨天 昨天 昨天凌晨的一個新聞 台灣出席WTO會議 獲得肯定 日美歐關切 實安 話題 國後錢 講師剛才有提到 Chinese台北 代表什麼 中華 民國 流氓政府 在台北 就是中華台北 他代表是什麼 華 不是台 台是誰 台灣民政府才是台 喔 所以 台灣有參加會議嗎 台灣有出席嗎 沒有 這個是什麼 Chinese台北的代表 中華民國在台北市的代表 他可不可以講他是台灣 台灣機構的 民間代表 他是不是正式的官方代表 不是 所以這是Chinese台北 華人代表 不是台灣代表 喔 還有那個白宮 白宮在9月11號收到金正恩 積極來信 各位你會發現 國際 這金正恩怎麼會有心 我那邊 有心我這邊 其實我都知道 如果你是金正恩 你會覺得 他很多 電力方法資源方面 他就是控制在哪裡 被中國跟俄羅斯控制住 有很多重要的方面 可是他心裡面 是向往哪裡 跟川普總統的 腳步走 也就是什麼 整個亞洲正常化的重要的關鍵 所以他根本在意的 韓國的總統 有很多良好的活動 大概我們國際上去 他去了解到 這是後續 美國總統川普跟 朝鮮的領袖競爭 在會後簽署聯合證明 確認雙方共同建立新型的 美朝的關係 我們現在 要不要講北韓 其實他的國家叫做朝鮮 那 朝鮮頒島南部 那個國家叫什麼名字 韓國 北部叫朝鮮 要調整國外 我們不要講南北韓 南北韓 那是講區域 白宮正在協調 美國總統跟川普 在再次的會晤 這是白宮發言 Sanders 在 9月10號的記者會裡面 有講到這件事情 再來 美國重申支持台灣 且美台關係 並不代表 適於其他政 所以台灣對照 那個WTO 你看 現在的全英台北 他還在 冒名 頂替 台灣 這個 砍棒 然後國務院的也發言人 你講 支持台灣 但是 參加WTO 那一個 並不適用 他所講的 其他政府 這個部分 美台關係是 美利堅合眾國跟台灣民政 關係才能叫名台 就像日本 跟 台灣民政 跟 跟日本台灣是屬於什麼關係 法理關係 有沒有什麼關係進步啊 關係退步 沒有 真正 關係有進步跟退步是 日華關係 什麼叫日華關係 現在的日本政府跟 中華台北 全日台北 有關係 進步 關係退步 現在他們在吵的 母台北 第一個 很像神像 衛安婦 我都跟他說什麼 那個是中國人自己 又造神了 造什麼神 衛安婦娘娘 準備在 那個客廳樓來拜 人家在觀光客 開玩笑 腳踏踏踏踏踏 找那個 日本協會 叫做 踏家樓伯 那個又 很會跳 動機的舞 我們在外面看的廟會 很會 拿那個 劇事 自己 打自己 滾到 滾到滾到滾的舞 那是不叫動機 這 打 劇 劇 劇 那個 當機是什麼 周錫雲 周錫雲 很會跳動機 快唱喔 現在沒有舞台 快唱喔 一個做豆頭 怎麼做豆頭 我們知道 冬機的身材 是有一個 一個 彩節的身材 旁邊是有一個 跳檔的 三太祖 前面有一個跳檔 唱當機的衣服 有一個豆頭的 豆頭有什麼 抓麥克風在說話 那個豆頭 所以我們看到 這藍波很特別的一個 搭配 蟹龍劍 拿麥克風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做黨的 做媳婦 所以你看這個新聞 你覺得笑了嗎 你覺得很好笑 為什麼 貝安婦 不是他們家的說 那一回事 就像他們在汙蔑南京事件 南京事件是蔣介石搞的 南京大屠殺是蔣介石做的 跟台灣大屠殺一樣 是蔣介石自己做的 然後呢 嫁禍給日本 南京大屠殺 所以南京大屠殺他是假的事件 他們在汙蔑南京事件 去幫忙收拒殘局的 日本皇軍 變成倒霉人 被他嫁禍 然後背黑鍋 因為戰敗一直背黑鍋背到現在 蔣介石 蔣介石 就跟當時的 台灣的志願軍一樣 以前去當大陸人帝國軍隊 有獨特 有沒有女人去當兵 沒有 要做兵 一定不要招募 那 兵力奉獻的 就當志願的 蔣介石 有沒有像 在全日台北 蔣經國一手打造的 831金門 軍中樂園 蔣介石 蔣經國打造的 831軍中樂園 怎麼回事 捏這些台灣的糟音 捏下去了 因為什麼罪 你如果要 比較快出來 比較減輕的 去哪 甚至還有一個 除記的事件 那個報導還上了報紙 結果那個 他們 Chinese Taipei的法院 有沒有繼續追 沒有 沒有繼續追 那個報導 裡面簡易還在 為什麼 因為上面追溯上去 是 要收 他們沒辦法該管 是什麼 追溯上去 原來是 蔣經國一手打造的 831 敢不敢追 沒有人敢追啊 那是他們的頭頭 有沒有人敢處置 徐水德不是講 歡迎是國民黨府的 哪一敢辦 中建國 不敢辦 所以你會知道 831 中華民國 Chinese Taipei 不敢碰的事情 他在公辦就是在公幹 他們抓人 包括 中國兵 他們去參加 第二次世界大政 這些中國兵 是集結集去揭路 去抓的 抓來抓那個 蘇聯跟蘇聯 跟蘇聯的 那個暗筠 一個抗一個一個抗一個 怕營造 隨機的抓人來當中國軍 當賈介石的兵 你想想看 這831來的這些軍中的妓女 怎麼來的 可想而知 就是 吹牛的阿嬤 想想去生 生就黑白人鍋了 他們的手法 自己奧特 自己做這種 垃圾 還在說 衛安婦怎麼樣 其實人的衛安婦 還比你的831高尚的多 那些所謂的 那什麼衛安婦阿嬤 其實大家去了解 其實他們很可憐 或許他們背景 他們自己忘記 也不一定 但是 要不要去汙蔑 衛安婦這件事情 我們不要像中國殖民政權這樣 日本的都 都拿三個 他們就好 很好 反正中國有個問題 當然我們了解到 好 這部分了 那這個影片 我們在 美國國務院 這個 在9月18 9月11號 Department Press Briefing 就是這個 影片裡面 28分18秒裡面 有提到 台灣的部分 你們一起來看 是這個記者提過的 這在講到 如果 召回 多米尼加薩瓦 都這些國家呢 跟Chinese Taipei 斷交這些代表 大使 要把他召回來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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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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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影片先看到這裡 然後今天課程的演講到這裡 然後其他的部分我們在下一回初級班或是高級班 再跟各位做補充 謝謝大家